哈利、波特与密室 第九章,墙上的文字 这里发生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毫无疑问,阿格斯、费尔奇是被马尔弗的喊声所吸引,来到这里的 在队伍中挤过一条路 然后他看到了诺里斯夫人,倒下了 再次惊恐地捂住脸 我的猫!我的猫!诺里斯太太怎么了? 他尖叫道 他的目光落在哈利身上 你!他尖叫道 你!你杀了我的猫!你杀了它!我会杀了你! 患病的!阿古斯 邓布利多抵达现场,并使用了一些不同的物品 教师 几秒钟之内,他就掠过了哈利、罗恩和赫米 然后 火炬之架上冷漠的诺里斯夫人 包括我,阿古斯,他对费尔奇说道 你也是,波特先生,波特先生 维斯来,别管格兰杰 洛哈特急切地向前走去 我的工作地点就在最近,校长,就在楼上,请放心 谢谢你,吉德罗 邓布利多说道 沉默的人群,分开让他们绕道 洛哈特兴奋地寻找着 批评,急忙追随邓布利多 麦格教授和 斯内普 当他们进入洛哈特昏暗的办公室时 出现了一阵骚乱 整个分区的移动 哈利注意到里面有几个洛哈特家族的人 照片躲在视线之外 头发卷成卷 真正的洛哈特点燃了 他的桌子上放着蜡烛 然后往后退了一步 邓布利多将诺利斯夫人安置在 擦亮地板,开始研究他 哈利、罗恩和赫敏 互相交换了恼人的眼神 然后一屁股坐在烛光池外的椅子上 观看 邓布利多又长又弯的鼻子间 距离他只剩下不到一英寸了 诺利斯夫人的毛皮 他转通过他的半月 专注地看着他 戴着眼镜 修长的双手轻轻地戳戳着 叫瘦 麦格几乎弯下腰 眯起眼镜 斯内普若隐若现 在他们身后 一半在阴影中 戴着最普通的表情 他变成了 尽管他努力不笑 洛哈特变成了盘旋 大家纷纷指点 这确实是一个诅咒杀死了他 真心地感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 为他感到难过 尽管远没有他为自己感到难过 如果 邓布利多相信费尔奇 他会阴阳性而被开除 邓布利多现在低声嘀咕着一些奇怪的短语 用魔杖敲击诺利斯夫人 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他忍受了 看起来 虽然他最近才被塞满 我记得瓦加多谷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洛克哈特说 一系列的袭击 整个故事都在我的自传里 我 变成能够为城镇居民 提供各种护身符 从而清除了 现在就依靠 隔板上洛哈特的照片 都在点头 他说话时表示同意 其中一人忘记摘掉发网 邓布利多终于直起身来 他现在还没死 阿古斯 他轻声说道 洛哈特在中心停下来数着 他阻止了谋杀 不再死气沉沉了 菲尔奇哽咽了 透过手指看着诺里斯太太 但是为什么他浑身僵硬 僵硬 他已经实话了 邓布利多说道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 洛克哈特 但具体如何 我也说不准 问他 菲尔奇尖叫着 把他那张满是斑点 泪痕累累的脸转向了 哈利 没有一个二年级学生 能做到这一点 邓布利多坚定地说 他 可能需要最高级的按摩法 他做到了 他做到了 菲尔奇吐了口口水 他那张浮肿的脸 变成了紫色 你看到了 他在墙上写了什么 他在我的办公室里决定 他知道我是 我是 菲尔奇的表情非常难看 他知道我是亚炮 他 完全的 我绝对没有碰过诺里斯太太 哈利大声说道 一时不舒服 绝对是每个人都在寻找他 包括隔间里所有的洛哈特一家 和 我神志不知道什么是亚炮 垃圾 菲尔奇陷入了困境 他看到了我的Quick Spell信 如果我说话的话 校长 斯内普在阴影中说道 哈利的不祥预感更加强烈 他变成了阳性 这并不是斯内普所需要的 说的对他来说都是真的 波特和他的朋友们也可能真的进入了错误的区域 时间不正确 他嘴角挂起一丝冷笑 仿佛他 对此表示怀疑 但我们这里确实有大量可疑的情况 为什么 他到底在楼上的大厅里吗 他为什么没有参加万圣节 隆重的晚宴 哈利 罗恩和赫敏 纷纷开始解释这件事 继日庆祝活动 有很多鬼魂 他们会告诉你我们 去过那里 不过 为什么不一会儿就来参加圣宴呢 斯内普说 他的黑眼镜 烛光内闪闪发光 为什么要经过那条走廊 罗恩和赫敏 检查了哈利 因为这个事实 因为 哈利说 他的心跳得很快 有些事情告诉他 如果他告诉他们他已经这么做了 那听起来就很牵强了 在一个无形的声音的帮助下 被带到那里 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能听到 因为我们 很累了 想睡觉 他说 不吃晚饭吗 斯内普说道 脸上闪烁着胜利的微笑 他憔悴的脸 我并不认为 鬼魂会为活着的人 提供形状完整的食物 他们的活动 我们不饿 罗恩大声说道 他的肚子咕咕叫起来 隆隆 斯内普邪恶的笑容扩大了 我建议 校长 波特并不完全诚实 他 说 如果他被剥夺了积极的特权 这可能是个好主意 直到他准备好告诉我们完整的故事 我个人感觉 他必须是 把他从格兰芬多奎蒂奇球队中除名 直到他准备好表现出诚意为止 事实上 西弗勒斯 耐格教授尖锐地说 我看不出有任何动机 阻止那个男孩打奎蒂奇 这只猫没有被击中 扫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波特取得了任何成就 错误的 邓布利多给了哈利一个审视的表情 他那闪烁的淡蓝色 哈利的目光让他感觉自己好像在接受X光检查 在确定责任之前是无害的 西弗勒斯 他坚定地说 斯内普看上去很生气 费尔奇也是如此 我的猫被石化了 他尖叫起来 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需要 看看有没有惩罚吧 我们有能力治愈他 阿古斯 邓布利多耐心地说 斯普劳特教授最近给你买了一些曼德拉草 尽快 当他们达到完整尺寸时 我将制作一剂药水来努力 救活诺里斯夫人 我会成功的 洛哈特插话道 我必须已经表演过100次了 我可能想在睡梦中泡一杯曼德拉恢复生药 对不起 斯内普冷冷地说 但我承认我是魔药大师 这所大学 出现了一个完全尴尬的停顿 你们可以走了 邓布利多对哈利 罗恩和赫米说道 他们尽可能快地走着 实际上并没有走路 同时 他们原本在洛克哈特办公室的楼上 现在变成了空荡荡的 教室的门悄悄地关上了 哈利眯起眼睛看着他的 朋友们的脸都黑了 你认为我应该告诉他们我听到的那个声音吗 不 罗恩毫不犹豫地说 聆听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即使在魔法世界 这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罗恩声音中的某种东西让哈利问道 你确实相信我 但不要 你 我当然愿意 罗恩很快说道 但是 你应该承认这是 诡异的 我知道这很奇怪 哈利说 整件事都很奇怪 变成了什么 大约在墙上写字 会议厅已开放 那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意思 你已经知道 他敲响了一种铃声 罗恩慢慢地说 我想一个人 有一次 给我讲了一个 关于霍格沃茨密室的故事 可能有 已发票 雅炮到底是什么 哈利说 令他惊讶的是 罗恩强忍住笑 嗯 这绝对不是幽默 但因为这是费尔奇 他说 雅炮是 出生在巫师家庭 但没有被赋予任何魔法的人 权力 有点像麻瓜出身的巫师 但雅炮很漂亮 罕见 如果费尔奇试图从Quickstyle路线研究魔法 我认为 他一定是个雅炮 他会对负载给出解释 比如 他为什么这么讨厌大学生 非常多 罗恩露出了愉快的微笑 他很酸 某处的钟声响起 晚上 哈利说 我们最好在斯内普来之前上床睡觉 并试图陷害我们做其他事情 几天来 除了对夫人的袭击之外 教员们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交流 诺里斯 费尔奇在这个地方夺来夺去 把他清楚地记在了每个人的脑海里 他遭到了袭击 尽管他知道袭击者可能会再次出现 哈利看见 他用斯科尔夫人的擦子擦掉了墙上的信息 全能神奇除垢剂 但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如此的话 石头上一如既往的闪闪发光 当费尔奇没有守卫的时候 犯罪现场 他红着眼睛在走廊里鬼鬼祟祟 向毫无戒心的学生猛扑并试图将他们拘留 对于诸如大声呼吸和寻找满意之类的事情 金妮 维斯莱似乎对诺里斯夫人的命运感到非常不安 根据 对罗恩来说 他成为了一位出色的猫爱好者 但是你还没有真正了解诺里斯夫人 罗恩告诉他 令人振奋 当然 没有他 我们会过得更好 金妮的嘴唇 颤抖着 霍格沃茨不会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罗恩自信地说 他 他们 我会抓住那个干这事的疯子 把他从这里带走 时间 我只是希望他在被开除之前有时间去石化费尔奇 我是 只是开玩笑 罗恩出人意料地介绍到 金妮脸色煞白 这次袭击也对贺民产生了影响 他变得非常典型 贺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 但他变成了现在做的几乎 没有别的 哈利和罗恩也不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太多的反应 他们问他变成了什么样子 直到下周三才问到 他们发现 哈利再次被关进魔药课 斯内普让他活了下来 在后面刮掉桌子上的管虫 匆匆吃过午饭后 他就出发了 上楼去图书馆见罗恩 并注意到贾斯汀 芬奇 弗莱切利 草药学系的贺奇帕奇男孩 朝他走来 哈利刚刚 当贾斯汀看到他时 他张开嘴提到嗨 渐渐变得 突然 并沿着相反的路线加速行驶 哈利在图书馆后面观察罗恩 测量他的记录 魔法作业 宾斯教授要求有一条三英尺长的 作文中世纪ECU巫师集会 我不同意 我还矮了八英寸 罗恩愤怒地说 松开他的羊皮纸 羊皮纸又弹回一卷 和 赫敏的身高只有四英尺七英寸 而且字迹很小 他在哪 哈利问道抓起卷尺并展开 他自己的作业 那边某个地方 罗恩指着柜子旁边说 正在寻找其他电子书 我猜他是想检查整个图书馆 圣诞节前 哈利建议罗恩贾斯汀 芬奇弗莱切莉离开他 不知道你为什么关心 我认为他变成了一个傻瓜 罗恩说 摇草地写下来 使他的作品变得 既庞大又可行 所有这些垃圾 大约洛哈特是如此出色 赫敏从书架之间走了出来 他看上去很烦躁 最终似乎准备好与他们交谈 所有霍格沃茨 A记录的副本都已被取出 他说 坐在哈利和罗恩旁边 还有一周的等待名单 我 我希望 我没有把我的复制品留在家里 但我不能把它放在 我的行李箱里 所有洛哈特的书 你为什么需要它 哈利说 同样的原因绝对是其他人都想要的 赫敏说 检查一下 关于秘书密室的传说 那是什么 哈利飞快地说 就是这样 我不会考虑的 赫敏咬着嘴唇说道 和我 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个故事 赫敏 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作文 罗恩绝望地说 检查他的手表 不 我不会 赫敏突然有些过分地说 你有十天的时间 结束它 我只想要另外两英寸 来吧 铃声响了 罗恩和赫敏引领了魔法史的发展 争吵 万志牌的历史成为他们一城上最乏味的情况 教授 教他的宾思成为他们最有效的鬼魂老师 也是最惊心动魄的 在他的训练中发生过的事情是他通过 黑板 历史悠久且缩小 许多人表示他没有观察到 他变得毫无生气 老实说 有一天他被给予了和教导一样多的东西 并离开了他的身体 在他身后 坐在员工休息室壁炉前的扶手椅上 他的日常工作有 当你考虑到这一点时 现在一点也不多了 这些天变得和以前一样无趣 宾思教授打开他的笔记并 开始在像老师真空吸尘器一样的平板无人机中进行检查 直到几乎 班里的每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昏迷状态 时不时地陷入长时间的昏迷状态 足以复制一个电话或约会 然后再次入睡 他有 讲了半个小时 突然发生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发生的时间早于 贺敏举起了手 宾思教授在一场致命的沉闷讲座的中心抬起头来 1289年的世界术士大会似乎令人惊讶 省略 呃 格兰杰 教授 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 密室 贺敏用清晰的声音说道 迪安 托马斯一直张着嘴坐着 看着窗外 猛地从恍惚中醒来 薰衣草棕色的头 从他手中滑落 纳威 龙巴顿的肘部从他的手上滑落 桌子 宾思教授眨了眨眼 我的处境就是万智牌的历史 他用干巴巴 气喘吁吁的声音说道 我 应付统计 省略格兰杰 不在神话传说 他清除了他的 喉咙里发出粉笔折断般的细小声音 但仍坚持道 在 那年九月 撒丁岛巫师小组委员会 他结结巴巴地停了下来 贺敏的手再次在空中挥舞着 忽略格兰特吗 请问先生 传说不总是有现实基础的吗 宾思教授惊讶地看着他 哈利变得很确定 在 以前从来没有学生打断过他 无论是生是死 确实如此 宾思教授慢慢地说 是的 有人可能想争辩说 我 认为 他凝视着贺敏 就好像他从未见过学者一样 早于 但是 你所传达的传说 是这样一个非常 耸人听闻 甚至荒唐可笑的故事 然而 现在全班同学 都在认真听宾思教授的每一句话 他对他们所有人都显得模模糊糊糊 每一张脸都对他而言 哈利应该通知他 通过使用这种不寻常的爱好表现 变成了绝对的失败 哦 很好 他慢慢地说 请允许我看看 商会 秘密 当然 你们都明白 霍格沃茨变成了一个基于一千多个 几年前 正确的日期不确定 通过四个最好的女巫的方式 和那个时代的巫师 四所大学宿舍均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哥德里克 格兰芬多 赫尔加 赫奇帕奇 罗伊纳 拉文克劳 和萨拉查 斯莱特林 他们一起建造了这座城堡 远离麻瓜的窥视 因为 这是一个在普通人类 女巫和巫师的帮助下 魔法变得令人恐惧的时代 巫师们遭受了很多迫害 他停了下来 饰演兴松地环顾房间四周 然后忍耐着 多年来 创始人们和谐一致的工作 寻找 确认有魔法症状的年轻人 将他们带到城堡 知识渊博 然而 随后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 裂痕开始了 在斯莱特林和其他人之间成长 斯莱特林想要成为额外的人 对进入霍格沃茨的学生有选择性 他相信 魔法掌握应该保留在全魔法家族中 他不喜欢 接受麻瓜出身的大学生 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 一段时间后 人们对这种担忧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斯莱特林和格兰芬多 以及斯莱特林离开了学院 宾思教授再次停了下来 拧起嘴唇 像满是皱纹的人一样寻找着 复古乌龟 可靠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很多这一点 他说 然而这些 真实的信息 在商会的奇幻传说的帮助下 被掩盖了 秘密和技术 传说 斯莱特林在学院内建造了一个隐藏的秘室 承宝 另类创始人对此一无所知 根据传说 斯莱特林密封了密室和技术 因此 在他真正的继承人到达之前 没有人能够打开他 大学 传承者自己就可以使用密室和功法 释放内心的恐惧 并用他来净化所有曾经遭受过伤害的人的能力 不配看魔法 当他讲完这个故事时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但这并不常见 宾斯教授的训练充满了昏昏欲睡的沉默 有不安 所有人都忍耐着观察他 希望能看到更多 教授 宾斯显得有些恼怒 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毫无方向性 他说 显然 教师通常通过以下方式寻找此类房间的证据 最有学识的女巫和男巫 它不再存在了 一个故事告知 吓唬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 赫敏的手又回到了空中 先生 您说的密室里的恐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被认为是某种怪物 它的继承者 只有斯莱特林才能控制 宾斯教授用干巴巴的声音说道 优雅换来了可怕的出现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并不存在 宾斯教授一边说 一边拖着他的手 笔记 没有密室 也没有怪物 但是 先生 谢莫斯 芬尼根说道 如果可以简单的打开密室 如果使用斯莱特林的真正继承者 其他人可能无法找到他 不是吗 胡言乱语 奥弗拉赫地 宾斯教授用恼怒的语气说道 如果 霍格沃茨的历任校长都没有 找到了元素 但是 教授 帕瓦蒂 帕蒂尔坚生说道 你可能不得不使用 打开他的黑暗魔法 巫师不使用黑魔法 并不意味着他不能 忽略 Panifather 宾斯教授历生说道 我再说一遍 如果 邓布利多 但是 也许你必须与斯莱特林有联系 所以 邓布利多 不能 迪安 托马斯开始说道 但宾斯教授已经受够了 为了做 他尖锐地说 这根本就是错觉 它不存在 有 没有一丝证据证明 斯莱特林曾制造过一把神秘扫帚 橱柜 我很遗憾告诉你这种愚蠢的故事 我们可以回去 以防你 请向历史靠拢 向强有力的 可信的 可验证的真理靠拢 不到五分钟 优雅又回到了平常的麻木状态 我一直都知道 萨拉查 斯莱特林变成了一个扭曲的老疯子 罗恩建议哈利 和赫敏 他们奋力穿过拥挤的走廊 下课后 在晚餐前放下行李 如何 我从来没有 知道他开始了所有这些纯血统的事情 如果你的话 我就不会在他家里 付钱给我 毫无疑问 如果分院帽试图将我分到斯莱特林 我会立即在国内接受教育 赫敏热切地点点头 但哈利什么也没说 他的肚子 刚刚不愉快地下降了 哈利从未告诉罗恩和赫敏分院帽已经 认真考虑过 把他安排在斯莱特林 他应该考虑到 虽然那是前一天的事 但此时耳边传来的细小的声音 12个月前 他就把帽子戴在了头上 你可能很棒 你 意识到 这一切都在你的脑海里 斯莱特林可以帮助你 伟大 对此有绝对的信心 然而哈利 他已经听说过斯莱特林速射队 原来是黑巫师 拼命地想 不是斯莱特林 和 帽子说 哦 很好 如果你是肯定的 最好是格兰芬多 当他们在人群中并肩而行时 柯林 克里维走了过去 你好 哈利 你好 柯林 哈利 机械地说道 哈利 哈利 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孩 一直说你是 但柯林变得如此渺小 无法与人类浪潮对抗 让他更接近辉煌的走廊 他们听到他尖叫道 再见 哈利 他早已成为过去 他班上的一个男孩 在谈论你什么 贺民想知道 我预计我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哈利说 他的肚子垂了下来 每隔一英寸 或者按顺序 他突然想起 贾斯汀 芬奇 弗莱切利 在午餐时间 从他身边跑得很远 这里的人类会相信任何东西 罗恩厌恶地说 人群渐渐稀疏 他们已经能够爬上随后的楼梯了 毫无困难 你真的认为 有一个密室吗 罗恩问道 赫敏 我不认识 他皱着眉头说道 邓布利多 无法治疗邓布利多夫人 诺里斯 这让我认为 攻击他的东西 可能不是 准确地说 人类 当他说话时 他们转过一个角落 来到了尽头 袭击发生的那个大厅 他们停下来看了看 场景就变得和那天晚上一样简单 除了没有任何僵硬的感觉 猫从火炬支架上猛击 一把空椅子朝向 墙上写着密室已被打开 费尔齐就是在这里保存盾牌的 罗恩嘀咕道 他们检查了每个不同的 走廊里变得空荡荡的 来一趟也没什么坏处 哈利一边说着 一边放下包 爬到他的手臂和膝盖上 这样他可能想爬到旁边 试图找到 线索 烧焦的痕迹 他说 就在这里 还有这里 过来观察一下 贺敏说 这很幽默 哈利站起来 随着墙上的信息走到窗边 贺敏指着最上面的窗格 那里有大约二十只蜘蛛 一直在躁动 显然是为了防止穿过一条小裂缝 一个旷日持久的银色的线 像绳子一样晃来晃去 好像他们都爬上了他 他们急于到户外去 你见过蜘蛛有这样的行为吗 贺敏疑惑地说 没有 哈利说 你有过吗 罗恩 罗恩 他似乎越过肩膀 罗恩的状态 很好地落在了后面 并被视为 抑制跑步的冲动 这是怎么回事 哈利说 我 不 喜欢 蜘蛛 罗恩紧张地说 我根本不知道这一点 赫敏惊讶地看着罗恩说道 你已经 在魔药课中 大量使用蜘蛛 我不介意 它们毫无用处 罗恩说道 他开始仔细地寻找 到处都是 但在窗户上 我只是不喜欢 它们移动的方式 赫敏咯咯笑起来 现在这可不好笑了 罗恩恶狠狠地说 如果你必须成了 当我三岁的时候 弗雷德成长为我的 我的泰迪熊变成了一只又大又脏的蜘蛛 因为我 弄坏了它的玩具扫帚 如果你是的话 你也不会喜欢它们 保护你的忍耐 突然它有太多的腿盒 它停了下来 浑身发抖 赫敏显然仍然仕途不在 咯咯咯地笑 哈利觉得他们最好摆脱这个挑战 别忘了 地上那么多水吗 那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被拖地 起来吧 就在这儿 罗恩一边说 一边让自己恢复健康 又走了几步 经过费尔奇的椅子并指着 与这扇门的度数 他伸手去抓黄童门把手 但又缩回了手 尽管它被烧伤了 有什么问题 哈利说 不能进去 罗恩粗声粗气地说 那是女厕所 哦 罗恩 里面不是每个人 赫敏站起来说道 过来了 那是哭泣淘金娘的区域 来吧 让我们来一场 外貌 他无视了巨大的故障标志 打开了门 他成为哈利踏足过的 最阴暗 最悲惨的厕所 在一个大的 有裂缝的 引人注目的反光下面 有一排有缺口的水槽 地板变得潮湿 沉思着借助灯头 发出的愚蠢的光 几根蜡烛 在烛台里燃烧殆尽 通往摊位的木门 已经剥落 划伤 每一个都从脚链上垂下来 赫敏将手掌放在嘴唇上 迅速走向车站 当他到达那里时 他说 怎么了 莫特尔 你好吗 哈利和罗恩去露面了 哭泣的淘金娘 变得漂浮在上方 洗手间的水箱 在他的下巴上 选择了一个壁龛 那是女厕所 他看着罗恩和哈利说道 可疑的 他们不是女孩 不 赫敏 赫敏同意 我只是想向他们展示如何 呃 非凡 这里有几英里远 他在肮脏的古董复制品和潮湿的地板上模糊的挥手 问问他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哈利对赫米用嘴说道 你小声说什么 莫特尔看着他说道 没什么 哈利快速地说 我们想问 我希望人类能够阻止我在背后说话 莫特尔说 在 声音哽咽 泪流满面 我确实有感情 你知道 尽管我毫无生气 莫特尔 没有人想让你失望 赫米说 只有哈利 没有人想让我不高兴 那真是太棒了 莫特尔嚎叫道 我的 在这个地区 生活变得只剩下痛苦 现在人类并肩而行 毁了我的死 我们想问一下 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说 赫米速度很快 因为一只猫在你前面被攻击了 万圣节的门 那天晚上你注意到这里附近的每个人了吗 哈利说 我没有支付利息 莫特尔戏剧性地说 皮皮鬼让 我的幻想破灭了 我经常来这里 并试图自杀 然后 当然 我 记得我是 我是 已经没用了 罗恩乐于助人地说 陶金娘悲伤地抽泣了一声 升到空中 渐渐消失 然后潜入水中 一头扎进厕所 水溅了一身 然后就消失了 尽管从他低声抽泣的过程中 他已经意识到 在幽形湾内的某处休息 哈利和罗恩张着嘴站着 但赫米耸了耸肩 疲倦地说道 事实上 这几乎让莫特尔感到高兴 来 走吧 我们穿越吧 哈利刚关上门 就听到陶金娘哥哥的抽气 一声响亮的声音响起 声音让三人都跳了起来 罗恩 破西 维斯莱毫无反应地停在楼梯口 极场会章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的表情 那是女厕所 他喘着气 你是什么 只是去寻找一下 罗恩怂怂肩 线索 你懂的 破西的肿胀让哈利强烈地想起了破西夫人 维斯来 离开 离开 那里 破西说着 大步朝他们的方向走去 他开始挥动双臂 催促他们并肩而行 你不在乎这是什么吗 似乎 当大家都在吃晚饭的时候 又来到这里 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在这里 罗恩激烈地说 很快停下来 怒视着 再破西 注意 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那只猫 我就是这么告诉金妮的 破西激烈地说 但他似乎仍然 我觉得你会被开除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难过 哭过 睁开眼睛 你可能会想他 最初的岁月都彻底了 对这个事业感到过度兴奋 你不在乎金妮 罗恩说 他的耳朵现在 变红 你只是担心 我会破坏你的机会 担任男学生会主席 格兰分多五分 破西简洁地说道 用手指抚摸着他的脊肠 徽章 我希望他能给你一个教训 没有额外的侦探工作 否则我会 写信给妈妈 他大步走开 后脖梗像罗恩的耳朵一样子 哈利 罗恩和赫敏 在座位上选择了离破西尽可能远的座位 那天晚上的公共休息室 罗恩的脾气却变得非常可怕 并且一直保持着 擦掉他的魔咒作业 当他心不在焉地伸手去拿魔杖时 除去污迹 他点燃了羊皮纸 发烟几乎一样多 做作业时 罗恩猛地关上了常用的二级咒语电子书 让哈利惊奇的是 赫敏陪着比赛 那会是谁呢 他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仿佛在坚持着 他们刚刚进行的一次交流 谁愿意吓唬所有人 霍格沃茨之外的雅炮和麻瓜出身的人 我们假设一下 罗恩假装困惑地说 我们将了解谁 认为麻瓜出身的人都是渣 他看着赫敏 赫敏出现在后腰 一脸不服气 如果你说的是马尔弗 我当然是这样的 罗恩说 你听到他的声音了 下一个就是你 你巴重 来吧 你最简单的 就是观察他肮脏的老鼠脸 意识到是他 马尔弗 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赫敏怀疑地说 研究一下他自己的家庭 哈尔说 瑞 也把他的书放在最后 一切 他们中的一些人 曾就读于斯莱特林 他总是以此为傲 他们可以 毫无问题 成为斯莱特林的后裔 他父亲简直够邪恶的了 他们可能已经拥有密室要是几个世界了 罗恩说 父子相传 好吧 赫敏小心翼翼地说 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展示他呢 哈利阴沉地说 可能有办法 赫敏慢慢地说 但还是压低了声音 进一步快速扫视了整个房间的破隙 当然 他会 很难 而且危险 非常危险 我们将突破大约50 大学指导方针 我预计 如果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你想解释一下 你会让我们知道 你明白吗 罗恩烦躁地说 好吧 赫敏冷冷地说 我们需要做的是得到 在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问马尔弗一些问题 他不知道那是我们 但那是不可能的 哈利说道 罗恩大笑起来 不 不再是了 赫敏说 我们想要的可能只是一些富方汤剂 药水 那是什么 罗恩和哈利集体说道 斯内普几周前在课堂上注意到了这一点 你认为我们在魔药课中 没有什么比关注更重要的事情了吗 斯内普 罗恩迪顾道 他会把你变成另一个人 想想吧 我们可能想要交易 分成了三个斯莱特林 没有人会意识到他变成了我们 马尔弗可以 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他可能在斯莱特林里吹嘘这一点 现在这房间不是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只要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好了 这个富方汤剂的东西 对我来说听起来很危险 罗恩皱着眉头说道 如果我们一直看起来像三个斯莱特林怎么办 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 赫敏会着手说道 不耐烦的 但是保存食谱将非常困难 斯内普 说他出现在一本名为最有效药水的电子书中 而且他一定会出现在 图书馆的授线区域 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可以从授线区域中取出电子书 您需要培训师签署的许可通知 当然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本书 罗恩说如果我们不 我要尝试制作一种魔药 我想赫敏说如果我们说的好像我们是 只是对这个想法感兴趣 我们就会面临风险 哦得了吧 没有哪个老师会上当的 罗恩说 他们会 需要实际上很厚 遇见